大家好,我是小尹 夏天到了,一定要多吃这个馅的饺子 不放鸡蛋也不放肉,营养又美味 出锅比肉馅饺子还要好吃 首先准备一颗大白菜 把叶子一片一片的掰下来 再用流动的清水把它冲洗干净 像这样重复冲洗两遍就可以了 冲洗干净之后,再把它捞出来控干水分 放到肉廊里面晾干水分 再来准备500克普通面粉,倒入大碗中 加入一小勺盐,增加面粉的筋性 用筷子搅拌均匀 然后少量多次的加入280毫升常温水 一边加一边搅拌 搅拌成这种面絮转 然后再下手揉成面团 最后揉成一个软硬适中的光滑面团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盖上保鲜膜,洗面30分钟以上 接下来烧一锅开水 水开之后把香菇夹进来,焯一下水 这样能够去除香菇表面的杂质和草栓 焯水3分钟左右,再把它控水捞出来 直接放到凉水里面过凉 过凉之后再把香菇里面多余的水分挤出来 尽量挤得干一点,像这样就可以了 全部挤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接下来准备一块老豆腐 改刀切成薄薄的厚片 切好之后装入碗中,备用 然后起锅加入四样的食用油 油热之后把豆腐放进来,煎一下 煎至一面金环之后,再给它放一面 把另一面也给它煎一下 煎至两面金环 像这样就可以了 然后把它盛出来,装入碗中,备用 这回我们的白菜已经晾干水分了 然后改刀切成细丝 我们这个白菜丝尽量切得细一点 全部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小碎丝 全部切好之后,再改刀切成小碎丁 全部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备用 再把擦好水的香菇切成薄片 再改刀切成香菇丁 我们的香菇丁尽量切得碎一点 切好之后和白菜放在一起 再把煎好的豆腐切成细细的长条 煎过的豆腐非常的香 而且切的时候不容易切碎 然后再改刀切成小丁 切好之后和香菇放在一起 再准备一把洗干净的小葱 切成葱花 葱花可以多切一点,非常的香 切好之后装入大碗中 然后加入适量的熟油 熟油就是烧开又放凉的油 用熟油拌现更香更好吃 再加入少量的小末香油增香 然后用筷子充分的搅拌均匀 提前加入油可以锁住蔬菜的水分 等一下腌制的过程中不容易出水 搅拌均匀之后加入一小勺盐 半勺花椒粉 一小勺蠔油 一小勺甜面酱 这样我们的馅料就准备好了 先不用搅拌 用的时候再搅拌 案板上撒上适量的高面粉 再把饧好的面团取出来 再用刀切一块下来 再用手把它揉搓成长条 和擀面杖差不多粗细就可以 揉好之后再用刀切成大小均匀的面剂 再撒上适量的高面粉防止粘连 然后再把它们抖上 让每一个面剂上都裹上一层面粉 然后将面剂一个一个压扁 然后再取出擀面杖 把面剂擀成饺子皮 擀好之后再把馅料搅拌均匀 搅匀之后我们就可以开始包饺子了 取出饺子皮放上馅料 然后先从中间捏合 再把边缘捏合 这样我们一个饺子就包好了 水开之后加入一小勺食用盐 煮饺子的时候加入一小勺盐 不会破皮 饺子下锅之后从锅底搅动搅动 防止粘连 完全开锅之后再加入一碗清水 全程煮五到六分钟左右 组织饺子全部都飘忽上来 一个个圆鼓鼓的 像这样就熟了 然后关火把它盛出来 装入盘中 饺子这样做皮薄馅大 鲜香美味 没有放肉也没有放鸡蛋 吃起来比肉馅的还要香 如果你也喜欢 赶紧收藏起来 撕撕吧 我每天都会更新 不一样的美食视频 喜欢我的视频就关注我吧 谢谢您的支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